加州一個陪審團判決石油巨頭 需賠償6,300萬 原因是他們發現該公司掩蓋了一個有毒化學坑 導致購買了該土地的名男子患上血癌 法庭文件稱從1974年開始 Chefron子公司加州聯合石油公司 就在Santa Barbara附近 設置了一個游氣分離的污水坑 在此過程中,致癌化學物質殘留在這片土地中 該男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於1985年購買了這片土地 並建造了一座房屋 30年後,男子被診斷出患有血癌 這種癌症會攻擊血液中的張細胞 並可能由本暴露而引起 目前該男子需要定期接受花療以控制病情 Chefron表示,其子公司加州聯合石油公司 將對判決提起上訴 接下維持記者編輯不到 ETF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